8.笑侠楚留香 这篇可能比较冷门 光听这个名字就会让人觉得不太严肃 这部电影就是想让观众在开开心心之中 看完各位帅哥美女 然后笑着离开 在徐克的带领下 当时香港的武侠电影火得一塌糊涂 许多电影公司为了业绩 也纷纷去拍武侠电影 追风也是王晶常干的事情 当时演员们也愿意拍武侠电影 于是他请了许多的美女拍了这部电影 大美女们一个接一个登场 看得人眼花缭乱 都是当时正当红的盛世美颜呢 郭富城饰演的楚留香 是个英俊潇洒的武林大侠 女主无花大师是由邱淑珍扮演的 无花从原著的美男改编成了美女 从小被少林高僧收养 女扮男装的无花和尚 与楚留香可谓不打不相识 不仅女主角 楚留香身边的三味红颜知己 也各个神颜呢 百事通苏蓉蓉由叶云仪饰演 当年的叶云仪 还是满脸胶原蛋白的小姑娘 胶满可爱 让人忍不住想捏捏她的脸 出身李洪秀是袁永仪 三人中数她最高挑出众 把胡铁花迷的七婚八素 袁永仪巅峰时期的美貌 不必多说 宋田二世刘晓慧 很有时尚的港式美女 在王晶当年另一部喜剧电影 超级学校霸王中 饰演过万人迷 最好看的还属大美女 袁杰莹饰演的中原一点红 不仅配件是美女 反派也是美女 反派角色龚南燕是李立真饰演 深爱蝙蝠公子 为她背叛师门 为她偷袭师傅 最后被她坑而死 是个悲情角色 客串角色是张敏 可以说这部片积极了各种类型的美女 温柔的 泼辣的 懂事的 强势的 你能想象到的都能找到 只能说不愧是王晶 当年翻拍小说女主 可谓是还原角色 现在的电视剧女主 完全没有一点特色 七 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金庸先生的小说倚天屠龙记 可谓是家喻户晓 里面有着三大美女 赵敏 周芷若 小昭 所以这部小说被改编的影视剧中 这三位的选角必须是大美女 王晶拍摄的 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的三位主演 就是大家最满意的选角 首先就是在电影中 饰演赵敏这个角色的张敏了 在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这部电影中 张敏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女主角了 当年张敏饰演的赵敏 不管是女装还是男装 都是非常的惊艳 尤其是电影最后骑马的那一个回眸 更是让人难忘 成为香港电影史上最经典镜头之一 然后就是饰演周芷若的黎姿了 黎姿拥有一双迷人的眼神 一对醉人的酒窝 她饰演的周芷若温柔甜美 给人一种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的形象 然而正如张无忌娘所说的 千万不要相信女人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欺骗人 她温柔的背后却是陷阱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在电影中 饰演小赵的邱淑珍来 一直以来邱淑珍都是有着性感女神的称号 这次却一改性格 邱淑珍饰演的小赵角色 聪明伶俐俐 俏皮可爱 尤其是她清纯甜美的扮相 与朴实英俊的李连杰饰演的张无忌 简直是珠联碧合 好似一对金童玉女 在这部电影中小赵的身份是名叫圣女 也是他救下了李连杰饰演的张无忌 小赵是大家认为最适合相伴一生的人 6.精装追女仔之三 狼之一卒 这部电影是王晶在当初精装追女仔 获得成功后所投机拍摄的电影作品 这个片可是集齐了张敏 邱淑珍 周慧敏 温慧德 四位女神 影片的主要内容讲述的是 冯翠帆所饰演的刘定坚为了节省成本 所以便将刘德华饰演的刘备从车行解雇 但是没想到黄瞻饰演的情敌口水战 带领自己的三个女儿和小姨子在车行旁边 又开了一家新的车行 这三个女儿分别是周慧敏 温慧德 邱淑珍和小姨子张敏 四位女神级别的人物 在这部影片里面无疑是最为亮眼的存在 王晶为了加大效果让他们都穿上了兔女装 就连周慧敏都扮上了兔女郎的造型 周慧敏可是御女掌门人呐 这样的情景在其他电影中哪里见过呀 出演这部电影是张敏22岁 邱淑珍21岁 周慧敏22岁 还有后来嫁给邹赵龙 也就是常威的温慧德22岁 都十分的清涩 那种青春的气息不是能演出来的 五月亮星星太阳 电影由麦当杰指导 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郑玉玲张曼玉钟楚红 是影片中的三位女主角 配角有胡锦和陈奎安 80年代的港片总是习惯把镜头转到社会的边缘人物 月亮星星太阳的主角们是风月场所里的舞女 非常出色的群像塑造 郑玉玲像太阳一样张扬有神采 钟楚红则像月亮一样皎洁灰映 张曼玉在两个姐姐的硬身下像星星一样稚嫩天真 片中男性角色无一例外都是反派 主创将所有的同情与怜惜都送给了三位主角 展现着世道红尘中对女子的物化与压迫 在妩媚的笑容与心酸的过往之下 她们也有互相打趣的笑语欢声 对朋友的意气万丈 对生活的美好蹊跡 影片结尾 三人的梦各自破灭 她们带着坚毅又死寂的眼神 重回酒池登海之中 生活还要继续 一直以来金庸的天龙八部都是翻拍的热门 从电视剧到电影 不乏有很多阵容强大制作优良的 这部新天龙八部之天山同老 能一口气极其巩俐林青霞张敏三位女神 这歌现在已然成为绝版 镜头里的她们风华绝代正直巅峰 29岁的巩俐狠狠惊艳了我一把 她饰演的乌星云 清淡的妆容一袭白衣登场 像是参风引路的仙子 眉眼里满是柔情 与现在的拱黄是截然不同的气质 一人分饰两绝的林青霞 则展现了两个不同的性格 出场不多的妹妹 沧海田径淡然 她饰演的秋水则霸气张扬 像烈焰的红色 相比两位的大气 张敏饰演的阿子 气场要弱些更灵动些 她刁蛮任性机灵可爱 作为丁春秋的弟子 她会察言观色讨师父的欢心 不过阿子虽坏却不让人憎恨 相反会觉得她很可爱 比如她和虚竹的对手戏 她为了逼迫小和尚教他神功 往他嘴里塞肉 迫使其破戒 折磨得他生不如死 可当虚竹面临生命危险时 阿子会想起虚竹对他的关心 伸手拉他一把 抱他周全 本片呈现的是一个有温度的武侠 每个人有血有肉 有情有恨 或是同生死共患难 或是相爱相杀 错综复杂 人美确实是养眼 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情感的内核 反观现在的很多影片 只一味地打擦边球 用各种糖衣炮弹轰炸观众 却没有丰满的角色 扎实的剧本做后盾 三 东方三侠 1993年 香港鬼才导演杜琪峰拍摄了一部 融合武侠科幻的动作电影 东方三侠 不同于以往以男性作为主角的英雄片 这部电影将视角放在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女侠身上 东方三侠的背景是一个架空的历史 既有武侠片的高超武功 又有隐性一这样的超现代科技 剧情其实十分简单 就是大反派陈公公要偷小孩 然后三位女侠合力将其击败 最后一战可以与新龙门客栈的终极对决相媲美 女一号梅艳芳不愧是百变天后 果然能够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影片中的梅艳芳在家温柔贤惠 变成侠女后动作利落干脆 女二号杨子琼则是冷艳美人 她扮演的陈三 浑身散发着致命的女人味 看起来是冷血的杀人机器 但其实内心善良并且坚毅果敢 穿着红色紧身衣的她 内敛的性感 冰冷的气质 让她尤为突出 女三号张曼玉在影片担任了活跃气氛 增加笑料的任务 她扮演搞笑的陈七 胆小怕死 爱财如命 可是最后关头还是会选择正义 如果单论身材线条的话 张曼玉无疑是最优秀的 气质则是梅艳芳最棒 2.亮足100分 亮足100分这部电影是王精追女仔系列里 颜值最高的一部 剧情老套但十分养眼 王精不愧是美女收割机 这部剧极其了当时多位选美冠军和嘉丽 相比之下 李嘉欣都不是最美的了 亮足100分讲的是 男主按照爷爷的要求 在一个月之内结婚就能继承巨额遗产 否则遗产将落入爷爷的侄子手里 男主本来就和李嘉欣饰演的乐小小 已经在谈恋爱 爷爷侄子派丽智前来勾引 破坏了他们的感情 不得不说丽智真的绝 不愧是丽美人 她是亚界冠军 在片中气质傲人不输李嘉欣 除了李嘉欣和丽智以外 剧中还有另外一位港姐冠军陈法荣 同时她也是国际华裔小姐的亚军 剧中的她一头标志性短发 饰演的角色是李嘉欣的好友 气质独特别有一番风味 剧中还有澳门小姐冠军毕美娜 另外还有获得国际华裔小姐 季军的郭秀云 以及美女陈韵如等多位选美嘉欣 不得不说王晶真的会选人 光看美女就很令人难忘这部电影 1.陆顶记 周星驰的陆顶记 虽然和原著相比改动很大 而周星驰可谓演绎出了 韦小宝的神韵 所以她也被大众视为最符合原型的韦小宝 另外饰演韦小宝老婆的几个女演员都曾是经验时代的女神 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为风华绝代 她们被网友称为顶配版的韦小宝老婆阵容 第一位建宁公主由邱淑珍扮演 邱淑珍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著名性感女神 特别是在《赌神2》当中的刁牌动作 更是让全天下男影都几乎流鼻血 邱淑珍作为一个以性感出道的女明星 把狐媚泼辣 还有些受虐狂的建宁公主演得天真自然 媚而不妖 辣而不泼 深受观众的喜爱 第二位龙儿林青霞饰演 年轻时候的林青霞可以称得上为倾国倾城的美女了 不过在拍《鹿顶记》的时候 她已经年近40了 武侠片时代的林青霞总给人一种刚气太盛的感觉 但年轻时候的她却是柔情似水的穷摇女郎 林青霞扮演的龙儿娇艳动人风情万种 神龙教的教主可谓是博得了众人的眼球 第三位神龙教圣女由张敏饰演 张敏偏成熟的长相 妩媚又英气 眼睛清亮如闪电 给人凌厉的压迫感 侵略为十足的魅惑 美得让人窒息 第四位 袁杰盈 在《鹿顶记》中 她扮演双儿 她没有自己的生活 韦小宝的一切便是她的一切 在韦小宝身边的七个女人中 她对双儿最为关心 最为亲厚 最为真情 当然 在这些人中 也只有双儿对韦小宝最为忠诚 无限量的温柔 无止境的感恩图报 第五位 小双儿 陈德荣在片中饰演性情柔顺 心灵手巧的小双儿 陈德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穷瑶剧的第一代女星 犹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林青霞和林凤娇 将穷瑶笔下 一个个不识人间烟火的飘逸女子 演绎的活灵活险 那么这些女神中 你最喜欢谁呢 可以打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